天使一般的脸庞,完美到极致的五官,白色连衣裙,将凹凸有致的身材展现到淋漓尽致,她的一双眉腿更是看得人热血奔用,玛雷娜是希希里最美的女人,她让这座城市的男人们醉倒在裙下,也让女人们极度心暴涨,这里的男人想将她占为吉,而女人只想剪掉她的秀发,划上她的脸颊,玛雷娜的丈夫是法西斯军官,又在前线打仗,即便有各种对玛雷娜图谋不轨的男人,也不敢有任何的行动,男孩雷� 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辆自行车,她迅速加入了同学们偷看玛雷娜的队伍,他们都守在玛雷娜的每一条必经之路,只为了一堵她那缝满的身材,玛雷娜都看到玛雷娜的第一眼,身体里的肾上腺素力各激增,回到家的她,躺在床上无法入睡,才13岁的她,被玛雷娜勾起了青春期的冲动,从此一发不可收拾,为了更好地了解玛雷娜,玛雷娜都开始密切关注她的一举一动,晚上,她会爬到玛雷娜家门外的大树上, 把开她家的门缝,悄悄回看,白天,她推着自行车跟在玛雷娜身后,她走一步她也走一步,渐渐的,玛雷娜都成了细细里最了解玛雷娜的人,她发现,玛雷娜并不是那些女人们口中的大夫,相反她很忠贞,她会在身影,抱着丈夫的照片,一个人流着泪跳舞,在白天,她会穿过人流,来到龙子附近的家里,帮她煮饭陪伴她,玛雷娜有时候还会逃客,来到玛雷娜家门口,即便只是为她逃客,去买一包香烟,玛雷� 没过多久,前线就传来了玛雷娜丈夫战死沙场的消息,如果长得好看有罪,那这个女人应该被判处无期徒刑,丈夫战死沙场,她每天以泪洗面,可外面关于她的留言却更多了,玛雷娜的丈夫死后,有人说她同时和几个人暧昧,有人说她是别人的情妇,这时候的男人们说话更加污秽,纷纷谈论她的床上技术,还有人直接显立明信,发给玛雷娜的龙子父亲,说玛雷娜谁变了镇上的男人,气得她的父亲立即辞职,还换掉了家里的门 从此不见玛雷娜,一天晚上,亚裔和军官在玛雷娜家门口撕倒,两人都正做她的未婚夫,男人们的妻子坐不住了,联合把玛雷娜告上了法庭,走投无路的她只好求助犹豫的律师,法庭上,矮胖的律师手舞足蹈的为玛雷娜辩解,让她免去了牢狱刑罚,深夜里,为表感谢,她和律师一起跳舞,律师却对她动手动脚,她拿出过多的钱想要答谢律师,但被告只想要的是她的身体,这一幕被雷娜都看见了,但她内心想,原� 让她吧,可怜的女人,只是为了还个人情而已,更快,大姐小巷都在传玛雷娜和律师的淫秽事,女人们对她更加排斥,还拒绝出售食物给她,本来玛雷娜应该和律师结婚,但她却是个妈宝门,搞不定自己的母亲,何止只好作罢,穷困潦倒的玛雷娜想要换鞋吃的,不巧遇到空军风炸,自己的父亲当场遇难,在父亲的葬礼上,男人们抢着和她说话,只为了用自己肮脏的嘴接上玛雷娜的脸颊,并有畅逢的男 男人直接对玛雷娜说着污秽的语言,晚上,她回到家,拿起剪刀绝望地剪掉了自己长发,玛雷娜将黑色的长发染成了亮眼的红色,捆着黑色丝袜走在人群中,从此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这个女人雕起一根香烟,无数男人争抢着要给她点火,这是片中最经典的场景,也是从这一刻起,玛雷娜放弃了自我,这座镇上的人们,没有人能真心对待玛雷娜 玛雷娜多才13岁,但无法用自己瘦弱的身躯保护她,男人们缠玛雷娜的身子,女人们咒骂她是婊子,为了生存,玛雷娜开始注入法西斯军官入住的场所 她和那些妓女们一样,为法西斯军官服务,彻底地沦为了人们口中的荡府,好景不长,上前并没有眷顾这个可怜的女人 法西斯战败,他们驻扎的场所被居民们踏平,身子上的女人们,愤怒地冲进房子里,就被玛雷娜的头发将她拖了出来 他们把她的衣服扯破,让她谈凶怒怒地躺在地上,几个人围上去,对玛雷娜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还有人拿起一把剪刀,狠狠地剪掉了玛雷娜的几桌头发,她被羞辱得毫无尊严,膝盖和脸上全是伤口 她站起来大声地呐喊,但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同情,女人们还在辱骂她,所有人都让她滚出西西里 第二天,玛雷娜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,一个人踏上了离开西西里的火车,只有玛雷娜都在原处默默地目送她离开 玛雷娜走后不久,她的丈夫居然死而复生,带着残疾的身体,回到了镇子上 她里里外外找遍了,却找不到自己的妻子,镇上的人都埋着不告诉她真相,男人们也都冷嘲热讽,对她碍语相向 只有玛雷娜都最了解玛雷娜的人,她告诉玛雷娜的丈夫,玛雷娜是绝对忠诚可爱她的 随后,玛雷娜的丈夫将她带回了西西里 这一次,两人手腕着手,再次穿过人流,在所有人的注视下,坚定地向前走 剧情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,人们总是渴望美丽的东西 但太美的东西,往往有两种下场,要么被占有,要么被毁掉 玛雷娜是美的,也是忠贞的,但在人们眼里,她是玩物也是污秽的,不被尊重和信任,最终只能自我吞噬和毁灭